各位南岛乡亲大家好 我是心心意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我也想起нимuyorum 为了向今厝稍来搭造钾 钾搜钉顶群入 끝 是非常适合的 马上可以动工 現在準備我們的兒童公園會先來做 大概我們會準備六千萬的經費 南大館第一次的大館 共同學慶祝心態的幸福 臨民間將來開養後 到一節時欠到這麼多人條 我就跟長官和小朋友的機台 上官所跟管副合作 希望賀超頓頓 不可以吃快購自己的慶祝遊樂園 雖然我們旁邊有一個兒童樂園 但是愛於設備以及超前的設備不足 所以說我們縣長決定在這邊 做一個親子共榮的樂園 我相信這個是全國最優 全國最大的一個樂園 在民間的親子共榮做得很成功 那年輕的家長都帶著小孩來遊玩 所以大家對這一塊的期待呼聲很高 所以縣長就在這次草屯 來規劃這個地方要來做這個地方 那我也會來繼續推動 還有那個埔里 還有竹山的親子兒童公園 植物公園規劃作為親子共榮公園的話 相信可以造福南投市 還有我們整個草屯鎮的鄉親 在我們假日的時候 或者是帶著孩子有更好的去處 未來我們相信再加上周邊的工藝研究中心 還有我們現在台灣演藝廳 那麼草屯公所也即將把它規劃做 枝亞假日的電影院的一個展場 剛才說一生用到現有有效的賈惠環境 來打造到法庆祝數據的遊樂園 國父也拍攝來幾位 現見國民運動中心 將會先來遭遇到五月外醫生 提議中心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要詳細設計 可能會慢一點 那麼我先把它計畫好 設計好 那麼等我們新的縣長 洗手法立委當選之後 他就來這些繼續推動畫包 這邊的腹地非常的大 那其實也蓋國民運動中心 也是我們證明 以及我們憲明 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我們鄰近的彰化還有台中 各地都有國民運動中心 所以自從小芬上任以來 那也非常接受很多民眾他們的期盼 觀眾表示 會合到超頓頓共所的情緒 以共同的合力來打造到 有這個希望跟運動中的 記者的微信差不多